开始工作前的前置作业一点也不马虎 村民按着比例调配着药剂 三人小组沿路开始喷洒 防疫工作启动 炎炎夏日又是蚊虫资深频繁的季节 太马里乡公所预防性防疫 以水沟集合所学校为喷洒重点 为其一周加强喷药消毒 沿路针对水沟 住家角落开始喷洒药剂 在蚊虫特别容易滋生的地方也加强 天气越来越热 也提醒民众除了防蚊 病菌的防疫也是不可怠慢 因为夏天快来了蚊子很多要杀蚊子 杀蚊子 那个花盆 那个前面都要处理 水要倒掉 喷那个黑蚊子 因为夏天到了蚊子很多 顺便给民众宣传说要把水沟清理干净 把花盆的水倒掉 又虫藏滋生于积水处 所以也呼吁民众防疫工作大家一起行动 把家中不常用的容器保持干燥 加强清除滋生源才可以有效的抑制蚊虫滋生 东台新闻林婉珍赖佳琳太马里香采访报道